哈喽大家好我是Gos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去我们聊了月位到处杀的女主角石香过后呢 今天这一期啊 我们总算是要聊月位到处杀第二季啦 除了会聊第二季以外呢 之后我也会与大家分享电影版 万有力审判的观看心得 我会发现一起聊的主要原因是呢 除了这两部作品是由普达神还未爱制作以外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啊 如果我现在不聊万有力审判的话 下次我就没有机会再聊啦 因为万有力审判的故事真的太水过头啦 导致我不太想被电影版特地做一期节目啊 所以今天这些我就决定一次够与大家分享 自己对第二季和第一版的观看心得吧 我之前聊第一季的时候呢就有和大家说过 如果我给一到三季的整体品质做个排名的话 我一定是一二三数据排下去的 但如果只论故事的话 那第二季是我西部中的第一名 其实是第一季最后是第三季 我非常喜欢第二季的故事 因为第二季的故事比起其他两季的故事精彩太多啦 有很多的伏笔以及主要敌人也是从这一季正式登场啦 所以第二季整体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 关于故事这一方面我稍后才说 我们先聊第二季的品质如何吧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第二季的战斗数量是三部曲里最多的 有精彩战斗场景也是制作的很精彩 但很可惜的是 Production IAS这间公司制作的动画品质 并没有像之前的公司AIC SPID也这么好 会有这种现象的原因 我觉得有可能是 Production IAS这间动画公司本身的能力资源 以及制作时间的问题 比起Production IAS就是从AIC SPID里算列出来的公司 加上分列后的隔一年呢 约配到这上第二季就正式播放啦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 其实Production IAS制作约配到这上第二季的时间 应该是非常紧凑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当初第二季TV把播放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重画错误以及画幅公块的现象 当然这些问题也在后来的结束 以及之后的关节把改善了 从这件事情来看 完整能看得出 Production IAS再改篇第二季下了很大的功夫啦 说完了制作品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聊聊我第二季最喜欢的地方 那就是故事啦 第二季的故事总共有两篇 第一篇是八五姐妹篇 然后第二篇是美酒篇 顺别提第一季总共有四篇故事 分别是石箱篇 四密奶篇 狂山篇 以及情敏篇 可能有些观众听到这里会觉得第二季的内容 好像不够第一季来得丰富啊 但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第二季的话数只有十话而已 比起第一季少了两话 用十话的篇幅讲述两篇故事呢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啊 至于故事本身还是以前作的流程一样 也是采用一件新妹子与妹子约会 第一了召入收服妹子 后来又倒回一件新妹子的循环流程 但由于第二季加入了邪恶法派DEM公司 就是因为DEM公司的登场 使得世道不只是大大封印精灵 他还要面对DEM公司的捕捉精灵行动 但第二季两篇的故事内容精彩了不少 可能这次大家就会问了 诶 瓜伞 立即不就有ASD这个组织反派了吗 没错 其实ASD这个组织的武装都是来自于DEM公司的 ASD和DEM公司算是合作关系 不管是DEM还是ASD 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精灵 不然就是捕捉精灵 所以照理来说呢 ASD也算是邪恶反派之一 但是在动画版上部曲的故事里呢 ASD的行动都是保护人民为优先的 后悔他们对精灵不谅解这一点 其实ASD还真的没有做出伤天害脸的事情 反而一发生空间这事件的时候呢 ASD都是保护人民必大的那一番 所以ASD一群人的行动理念呢 只是建立在精灵是敌人这件事情上而已 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很坏的组织啊 反派DEM公司从DG开始呢 就已经知道他做了非常多草无人道的事情了 比如他们把世道的妹妹 真娜的身体进行大量感造 导致他只剩下不到十年的寿命 或者他们又制造了类似从咖喳戏借来的流星号 导致驾驶他的人昏迷不醒不让就是当场死亡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说DEM公司才是真正印刷的邪恶反派 而且说DEM这次登场的福啊 已经没有像第一季一样 能打的反派只有折子而已 终于德场姐妹比较有头有脸有名字的反派了 最让我印象的是爱莲这个反派 他的前后反差的表现真的是太让我印象深刻了 未来有机会呢 我才与大家介绍这位反派吧 至于故事方面 前期的八五姐妹片还没有这么紧张 那确实很有趣的福利剧情 尤其是八五姐妹的福利真的是 哇 哦耶 虽然说是福利故事 但与此同时也是蛮重要的篇章 比如四大一级人 这次与DEM公司正式对立 以及四大级狼人十家的大剑 从一名没有战斗力的约会工具人 变成有战斗力的约会工具人了 也让DEM除了要抓走十家以外 也开始地上世道了 双发甚至结下两只 未经下来的公司留下伏笔 接着就是美酒篇 美酒篇是我肉围动画商务区里面 最精彩的故事了 首先在这篇章里呢 我们可以看见女装版的四大 五和四子 虽然说是女装啦 但是四子的身材 以及她的身衣 真的 哦 no 看来我不怕啥不只喜欢妹子 而且还喜欢上第三系列秀吉 除了四子是本篇亮点以外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美酒应该是地位 引发比较大规模暴走事件 以及千神最多全身的个人故事了 几乎全校或者其他人 因为美酒的法术被控制了 而且这篇登场的角色 简直就是全家出动啊 不只DNA的数位法派登场 珍娜再度付诸 就连许多观众们的老婆 狂三也在这篇章再度出现啦 同时也是戏份蛮多的关键角色 这是世道第四和狂三合作 也从这次的合作开始呢 往后世道一席呢 又发生什么大规模麻烦事件的时候 狂三都会前来帮忙 然后四子也在这篇章 有非常多活跃的表现 在第一季的时候 四子都是一直被吊打的戏份 当然他也是有威风的时候啦 比如嫁刘希浩干情理 但是威风不到半端呢 他又趴在地上了 而他在美酒片就向大家展示了一打十的场景 虽然他打的是人类啦 然后最终的结果还是胜利林啦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一期 关于哲子的角色欲录 因为他无论是剧作的故事 还是实际表现都蛮有话题性的 而且他也有很多可以吐槽的搞笑司机 所以我一定会找个时间聊哲子的 好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美酒片就是如此精彩的故事 就算是前几天我又重温多一次这篇章 我依然还是觉得哲马沙木齐目前最精彩的还是美酒片 其实第三部的哲子片也是非常精彩好看的篇章 BUT 就是被动画笔直严重拉垮整体的观看体验了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 不代表美酒片就是如此完美的故事 它还是有我不太满意的地方啦 不知道是不是篇幅关系 第二届的收尾会稍微有点赶 而且是到说服反转状态的石胶 我觉得有点太树立过头啦 我还以为会有四道被打到受众三啊 然后体内的石胶一直在挣扎之类的场景 结果我错啦 我忘记这个时候的四道身边下了几位后宫精灵啦 结果他们四打一很顺利的说服石箱啦 有果结尾缺了一种震撼紧张的味道啊 但除了结尾有一点我不太满意以外呢 我依然还是觉得美酒片是一个很棒的篇章 所以如果有最近刚才一位大作战的新观众的话 那一位大作战第二届我不怕他强烈推荐 好 最后我们来聊聊电影吧 万努力审判 嗯 嗯 这部电影我要怎么说呢 嗯 OK 我先从结论开始说起吧 如果万努力审判这段曲奇是TV动画版的故事 比如把它放在第二季的11话和第12话 那万努力审判是蛮不错的原创故事 可是你把它当成电影版如此看待的话 说实话万努力审判并不是一部好看的剧场版 万努力审判背负了一个不该背负的使命 那就是它是电影版 首先如果一部TV动画要改变成电影的话 那画面上肯定是要有所提升啊 但是万努力审判真的和TV动画相差无几啊 甚至他的战斗最多就是比第二季好一点点而已 而且很尴尬的是 战斗部分只是炸去整部电影的10% 其他时间就是和全部吉林们约会以及对话 这也就意味着视觉效果这一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啦 当然我相信有些观众当初看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本片的女主角万努力 我这样聊第一季的时候就有提供 也会到这下系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女主角们的The Walk of War 非常好 可以在游戏的话书把女主角们的个性 以及魅力给呈现出来是本作的一大看点 加上这可是电影里的原创角色啊 所以自然而然会有期待 万努力在剧中的剧情结果实际看了电影后呢 我刚肯定啊 万努力一定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女主角啦 这个电影我看了两次 看了两次电影后呢 我对她的印象是 诶 万努力是谁啊 有这位女主角吗 你能想象她作为本片女主角在电影播放后的40多分钟才正式登场 然后才和世道大赏话吗 对了 顺便一提 这部电影的播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10多分而已 这个时间还没有扣除一开始美酒的演唱会 以及电影结束的ET 也就是说她的表现的时间非常少 虽然说前面有登场 但是她完全没有说话 就是寂静的偷看世道和其他精灵约会而已 有可能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营造万努力的神秘感 我的确顺便好奇万努力会有什么表现 但问题是她根本就没有什么表现啊 她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助地让男主角去救的便当工具的而已 根本没有任何人物的角色刻画可言啊 其实外游里这个全身的人设是很有趣和好发挥的 她的有趣点就是在于她是精灵后宫的嫉妒和愤怒的情感 合在一起的个体 如果安排一些世道和外游里两人之间的剧情 比如约会之类的 在过程中让外游里逐渐对男主角产生感情的话 在后来让他领便当 我感受啊 人物刻画一定是比起实际发本好的不少的 总的来说 外游里就是因为没有存在感 又使得很充满的悲剧女主角啦 好 最后在这里为这部作品做个总结吧 总结是 外游里审判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 把原本预计两话的TV动画原创区 一败成电影的作品 可能这部作品吸引死忠粉的话 我觉得还OK啦 但如果是以电影版的角度去看待这部作品的话 我是真的很难为她说好话了 唯一可以为她说好话的地方是呢 如果她是发在夜会第二季的第11话和第12话 会比较好的假设结果而已 所以这就是我对外游里审判的感想啦 好 以上就是我对夜会倒设在第二季和外游里审判的感想啦 聊完了第一季和第二季后呢 下一期我们就紧急着聊第三季 哇 对不起 我把刚刚说的话赶一下 等我聊完几位角色后呢 然后提起游戏得我心情非常好的时候 我才可以勉强一直脱皮聊夜会倒设在第三季吧 那大家对本期节目又有什么感想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彼此分享哦 最后如果你们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请大家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表示支持 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FB专业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